东线美军集体撤退 说明长津湖美军也可能随时这么做 前美军收拾兵力后 势必往长津湖征兵 救援陆战医师 那么对于九兵团来说 要紧的是这么几件事 一封闭长津湖地区 让陆战医师无路可推 让敌援军无路可进 要做到这点 就要转兵控制一个关键地区 这个关键地区在古土里南 黄巢岭一带 当然包括水门桥 可以看到这里是高落差的险峻地带 四河阻地南桃北渊 于是九兵团命令 上线最南端的二十军 五十八师和六十师 潜出至黄巢岭地区 二五十八师和六十师南移 那么下节雨里的空位谁来补充呢 二十六军 令二十六军立即赶来 维艰下节雨里之敌 三柳湖里之敌提前跑路 占了先机 且1419.2等重要阻击阵地已失 于是原定结束星星里战斗后 进行短暂修整的八十一师 不修整了 第一级开赴六十师方向 参移祖节 九兵团这个调整 考验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 距离战场甚远的二十六军主力 是否能及时赶到 因为他们不到 五十八师和六十师就无法难移 晚一天难移 不仅敌情可能恶化 而且在冰天雪地 多待一天 剑园就多一天 且五十八师和六十师 建立南部主机阵地 也需要时间 太晚难移 等于仓促上阵 第二件事 五十九师还能顶多久 刚打完新兴里的八十一师 能否及时赶到 而七十九师 能否拖住敌军 三月二日白天 陆战一师主力 从渊水里开始难移 这股敌军现在要逃 我们先说结果吧 陆战一师主力 自三月一日 从柳潭里撤出 到三月四日下午 他们成功撤到了下界余力 之前敌军结成环形阵地 我军因各种缺乏 而无法攻坚 但现在敌人是从柱子状态 变成了运动状态 为何我军三到四个 擅长打三地运动战的师 却仍旧无法歼灭他呢 敌人究竟是如何跑掉的 因为双方打的是一场 不对称的战争 细话来说 我总结是三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 绝对的制空权 绝对的制空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部队自由 行动的权力 在陆战一师主力的四周 及深眼后方 全是敌战机和轰炸机的覆盖区域 我们志愿军完全没有空中力量 首先完全失去的就是 规模集结的权力 陆战一师主力沿公路难逃 想要有效的阻击 肯定需要一定规模的兵力 但不好意思 你在某地一集结 如果被敌轰炸机发现 就意味着巨大的伤亡 所以我军只能小编制集结 比如连 牌 所以我们从上帝视角看 似乎是我军几个师 围着陆战一师三个团 但其实并不是 志愿军各个师 是成分散的小单位状态 这是规避敌空中优势的无奈结果 因为我军完全没有空中力量 其次完全失去的 就是部队自由运动的权力 假设我军某个连队终于集结完毕 又想一线阵地开进 那么这支连队 先必须穿越轰炸区 一路躲避敌机 而速度最快的路是走不了的 因为要倒是敌机重点封锁的区域 那么我们的连队 只能走有掩护的小道或翻山越岭 但这导致无法及时投入一线 而在一线阵地 我们说实话 仅仅是我军一些小剑制的连队 苦苦守在山头上 环绕在敌人周围 我们看长津福战场的资料描述 总是看到志愿军某个连队 顽强打退敌人几次 十几次立体攻势 但援兵却迟迟不能及时到达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后方的连队 从分散到集结 再到穿越敌人空中封锁 抵达阵地 就是要付出牺牲和时间的 没办法 入战一时主力 从流汤里 车往下截于里的过程中 究竟有多少战机在协助 我这里没有确切的数字 唯一查到的数据是 在11月3日 为了掩护敌人某个前卫营 敌人就出动了6个战斗机中队 而美军一个中队 好像一般是24架飞机 不过这真的不算什么 后面我们会说到更夸张的数字 总之 在绝对的空中力量面前 我军无法规模集结 只能被迫分散 而分散意味着无法集中力量攻击 也意味着许许多多的错过战机 入战一时为什么能够在看似 重重围困中跑掉 第二个因素是绝对的战场通信优势 战场通信就是战场沟通 大兵团作战 战场辽阔 各个部队之间如何协同作战呢 这就要靠通信工具了 先说下资源金第九兵团的通信方式 军至师 架设两条电话线 师级配爆发机两部 无线电台一部 团级配爆发机一部 团至银用军号和信号桶 银制连用军号信号枪和奇遇 连自排吹军号小喇叭和哨子 说几题外话 美军最怕听到我军的哨子声 因为这说明资源金已经杀到他们身边了 说回来就这个通信配置 如果你只看团级以下 甚至有可能会认为这是一支古代军队 这种通信配置 很少日军或蒋匪军都没问题 但对上美军就有缺陷了 在长津湖之战中 因为敌人飞机的狂轰烂炸 迫使我军分散 那么问题就来了 曾分散状态的部队如何联系呢 我们团一级才一台爆化机 一线部队没有通信工具 以后方联络 那么只能靠通信员了 比如A高D 通信员返回指挥部去报告一条信息 A高D还在我军手中 但等他穿越重重敌机封锁 且幸运的活下来 把这个信息报告给指挥部的时候 很可能A高D已经丢了 那我们的指挥员下一步的决策 很可能就不符合战场实际 不过这还好 还有信息抵达指挥部 长津湖之战中 出现过我军电话线被敌气炸断 导致前线的情况无法及时传回 我军指挥员只能在指挥所 刚瞪眼的情况 等于部队失去指挥了 九兵团战后自我批评说 战术呆版 指挥之后 这是有客观原因的 总之 我军落后的战场通讯导致分散了大军 无法很好的协同作战 而美军的通信方式 只有一句话 便携式无线电配备到连击 之前我们就有说到 美军那支迂回部队 攻得动伤不顺 于是用无线电联系了加强连 加强连给他们呼唤了战机 除了地面部队的通信协同 美军另一大优势是地空协同 这也是建立在完善的通信工具之上的 作战一时难测 由空中侦察机当先探路 探明我军主击部队的位置 而后通报给后面的炮兵部队 炮兵部队则对指定座标进行炮击 侦察机观测炮击结果后 进行修正回传 因为陆战一时行径中 不可避免要把队伍拉成重队 陆战一时于是就把炮兵部队分成几部分 七次掩护前进 如A炮阵展开炮击掩护 B炮阵则超越前进 在四单的地点展开后 A炮阵则收入超越B炮阵 这样就使得整个部队在行径过程中 炮火掩护不会中断 好 这是空中指导地面 但有些目标是大炮不能够很好的设计的 这就需要战机和轰炸机 但飞机空头误差太大怎么办呢 美军地面部队配有地空联络小组 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组成 他们在地面观测目标后 直到战机进行精准打击 绝对的空中优势 再加上绝对的通信优势 陆战医师就这样推进到了四英里 五十九次因伤亡太大 不得不收缩在公路南侧三地一线 辞职敌军行动 而27军几个师的位置 已经和陆战医师拉开了距离 是他们消极追击吗 不是的 是集结和移动都有困难 是无法及时获得战产信息 而导致指挥之后 敌军再越过四英里 就下山直奔下节余力了 3月3日 十英里上的支援军连队 迎来了最困苦的主机战 敌人也明白 这是突围路上必须要突破的关卡 这一天 十英里阵地上每平方米的面积上 就散布炮弹两发 美军猛攻八次后 始终没有攻破四英里 而志愿军正在后背追击 再耗在这四英里前 并非明智之选 且美军发现 四英里阵地上 志愿军的火力已经零零散散 有些许手力战被投掷下来 这些火力已经无法威胁他们了 美军放弃攻坚 乘汽车继续难逃 战后 五十九师收拢部队 却发现十英里上的战士 一个都没有撤下来 大家跑到十英里之上 才发现 十英里上的战士们 因多日在风雪中坚守 腿都被冻坏了 战士们几乎都已经爬不动了 当美军乘汽车从公路逃窜时 战士们因无法移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军逃走 五十九师的干部们 是哭着把十英里上的战士背下山的 十英里战士们的情况 就是我军未能歼灭敌军的第三个因素 无法停止的洞山减员 部队减员很严重 以七十九师为例 于三日至七日之 一个师除战斗伤亡2297名外 洞山送后方者2157人 战斗结束这几日 敌击日夜不停 少数人亦不大注意防空 故每天打伤亡至四十人 洞山天天增加 无法停止 主要原因是白天黑夜都在野外 有洞无草 鞋子湿 坐上连脚既冻成冰 脱袜子就连啤酒扒下来 即使棉皮鞋 一时不能烤火 酒不能干 战斗开始至今九天 没有吃热饭 喝凉水 山上吃血 粮食供应不上 天天吃洋芋 有时冻成冰就不能吃 暂时看到流泪 普遍泻肚子 咳嗽 体力大减 更少抵抗力 全湿线变成五个步兵连 三个机炮连 每连多至154人 少则80人 从长津湖湖面赶赴而来的巴士医师 一则才打完新兴力 二则因夜里大雪难行 只有部分部队抵达一线 在陆战医师主力和下节遗力之地 东西夹击之下 阵地失守 美军绝对的空中优势 绝对的通信优势 我军无法停止的洞山检员 在这些不对称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 敌军成功窜入下节遗力 我自愿军在绝对的劣势之下 打得很辛苦 却依然给予了敌军重大杀伤 从刘潭里至下节遗力 22公里 美军先头部队用了59个小时 后卫部队走了77个小时 平均每小时推进286至370米 本来我军预定的计划是 R16军主力应该于4号 去接替R16军58师的位置 并于4号晚上9点 发起对下节遗力的总攻 这意味着R16军4号白天 就应该抵达指定位置 我们知道 切尔路章一师主力 成功撤退到下节遗力的时间点 正是4号白天 如果4号白天 R16军真的到位了 战局不知道会怎么发展 但R16军因距离太远 以及遭到空袭 迷路等等原因 4号没有到位 R16军无法到位 58师也无法南下 于是九兵团命令又进行了调整 R17军主力修整两日后 去到射仓礼方向 向咸性方向迂回 89师朝上下通礼方向迂回 R17军94师阿白腰团 从东侧迂回 无牢礼 R16军主力改于12月5日往上 对下节遗力发起总攻 R16军58师和60师 朝皇朝礼方向运动 封闭长军湖地区 这个计划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R17军主力 要进行这么深夜的迂回 为什么不直接用于 距离最近的下节余力 或者直接走谷土里方向 协助58师和60师 封闭长军湖地区 没大想明白 好 陆战一师这一边 虽然主力已经会合 但从态势上讲 他们还是处于被围困的状态 而西线的战况更糟糕 西线美军被彭老总一路很少 志愿军已经濒临 平冷城下 美国高层极了 当时美军最缺乏的就是地面部队 美国本土地区也仅剩下第82空降时 美国内部甚至已经出现了 使用原子弹也在所不惜的声音 绝对不能失去陆战一师 美国的工业机器开动 全力营救陆战一师 在下节余力 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 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说他们准备朝新南转进 会上一个记者问 这个行动应该叫做撤退还是退却 史密斯的回答 重新定义了撤退一师 他说 有安全后防才叫撤退 我们现在被围了 连后防都是敌人 所以这不能叫撤退 应该叫做向海岸进攻 由此可见 史密斯即便不干师长 去互联网公司开发布会 也绝对是一把好手 好 调侃归调侃 但史密斯这话 其实说的不对 陆战一师并非没有后防 他们有后防 他们的后防 在天上 也就是美军的空中力量 陆战一师定于12月6日 开始往谷土里撤退 但这需要充足的物资 于是美军出动大批运输机 给下节余力空投了327.7吨物资 下节余力有许许多多的伤员 如果撤退带上他们 将极大拖累部队的战斗力 又是美军的运输机编队 前后将下节余力的4500多名伤员运走 而整个东线 美军出动了300多架运输机 空投了1500多吨物资 本来按照美空军的实力 完全可以把整个陆战一师全部运走 但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因为他们解决不了一个古老的难题 谁最后走 12月5日晚 26军仍未对下节余力发起总攻 因为26军仍未全部抵达 5日晚上26军未动 但下节余力的美军有动作了 一个人炮兵阵地 朝谷土里方向的众生道路 进行了几乎持续一整夜的密集射击 你会说这不是乱射吗 就是乱射 美军第二天就要撤离 他们要在这一夜 把多余带不走的炮弹全部打光 12月6日浮晓 下节余力美军开始难撤 26军大部分才抵达不久 等于仓促上阵 陆战一师从下节余力 到谷土里的撤离行动 和柳坦力撤下节余力差不多 我们就不再详细一一赘述了 不过还是有两点不同 第一点不同 是这一次撤退 多了砖甲坦克保护 因为陆战一师的砖甲力量 主要集中在下节余力 第二点不同 之前流汤力撤下节余力 我们只看到美军6个空军中队 进行掩护 但这一回就完全不一样了 美军为了营救陆战一师 不惜血本 在新南海面 美军集结了7艘航空母舰 而我们知道 航母是绝对不会单独出动的 7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 加上连浦的陆机飞机 共500多架 轮方出动 勿求陆战一师的上空 无时无刻都有飞机掩护 说实话 这怎么打 在零下几十度的荒郊野外 以连击兵力 面对敌人的坦克 大炮和7个航母战斗群 真正意义上的肉身 对钢铁 8月7日 陆战一师主力 与谷土里敌军河谷 兵力14000人左右 这时 一座桥成为了敌我博弈的 最后关键 谷土里和真心里之间的水门桥 处于陡峭的三崖之上 旁山公路的中段 长青湖的水资源通过 四个巨大的水管 输送至三峡电站 四个管道之上 就是水门桥 这座桥落炸毁 就相当于切断了 绝壁之上的公路 陆战一师高度机械化 当时还有约40辆坦克 1400多辆汽车 大炮等其他装备无算 如果水门桥被毁 虽然其人员可以下山 但必须抛弃所有机械化装备 这等于失去战斗力 所以 这里成为敌我两军 必须要争的要点 志愿军早就看到了这个要害 早在12月1日 国军84R40团三营的战士 穿插至水门桥 突袭守桥美军 炸掉了水门桥 按照国内的炸桥经验 国军评估其毁伤程度 应该要修个十天半个月的 于是留下观察哨 但谷土里美军工兵部队 很快赶到 虽然短时间内就修复了桥梁 回复通车了 一次不行就来第二次 第二次 国军战士悄悄潜伏至水门桥 这回加大了炸药当量 还顺手把敌人工兵材料给炸了 美军工兵又来了 这回开着工程车 又在短时间内 恢复了通车 敌人为了以防万一 留下了一个坦克营 来供卫水门桥 3月6日 84R40团三营7连 在夜色掩护下 强攻水门桥 付出巨大牺牲后 第三次炸回水门桥 这一回连桥基都炸掉了 入战一师主力抵达谷土里之后 修复水门桥成为耽误自己 当时的态势是 入战一师主力在谷土里 真心里是美军真援部队 先军58师 60师 一左一右 守住了黄巢岭地区 86军部队正往南逼来 我们这么看 58师 水门桥 60师 一线 是真板 入战一师 是鱼肉 26军 是菜刀 这块真板牢固与否 取决于水门桥 因为58师和60师的可战之兵 不太多了 如果入战一师从水门桥跑了 那么26军这把刀 就要劈空 入战一师派出工兵参谋 乘坐直升机 前往侦查水门桥的情况 这位工程参谋 观察完之后 认为使用4套MR 专卸是钢桥的话 可以解决问题 于是入战一师向上请求 先空投 八套 国土里周围的资源军战士们 看到了震撼的一幕 8架C119运输机 各自掉在重达1.1吨的钢桥 空投下来 美国的工业实力 实在是超出我们太多了 这种事情发生在1950年 已经超出战士们的认知范畴了 不过也有意外收获 一套MR钢桥 飘到我军阵地 国土里美军携带MR钢桥出发 准备一路攻击至水门桥 而真心里美军一个营 也开始北援 他们的目标 是891和1081高地 杀越八日夜 暴风雪肆虐 美军这个营 袭击了891高地 第二日 他们继续往1081高地进发 美军决定两面包抄 但奇怪的是 他们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1081高地究竟发生了什么 战后 我军派出人员 发现1081高地的战士们 仍旧符合在冰雪公司内 他们被冻僵了 却依然保持着战斗的姿势 1081高地的状况如此 水门桥北面的支援军阵地情况 可想而知 王朝领一带阵地 全部失守 美军先锋部队推至水门桥 水门桥上方的支援军阵地 成为美军最后的目标 美军士兵谨慎的前进 但没有反击的枪声 美军使回光非常意外 下令部队加速夺山 来到山顶才发现 这里的支援军部队 也已经全部东江了 这些中国军人端着枪 目光还精进盯着水门桥的方向 陆战一师通过了水门桥 二师军十分不甘心 58师六十师 集中可战之兵 100余人 在六十师参谋长 蔡群芳的率领下 继续追击 九兵团的迂回部队 也没跑过极细化轮子 陆战一师 窜入新南港 24日 敌军把新南港炸毁后 乘300多艘船舰 从海上逃船 25日拂晓 卧军收复新南 长津湖战一 结束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